對俄羅斯來說 如何處理鋼鐵廠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他們 馬里烏婆爾大部分地區都已經收復了 那如何處理鋼鐵廠 已經不是一個軍事問題 而是一個政治問題 把它打下來其實很簡單 但這過程裡面 會不會不該死的人死了 那該死的人沒死 那就問題很大 所以我們目前看到鋼鐵 就是馬里烏婆爾 馬里烏婆爾 俄羅斯都可以說他們已經收復了 因為市中心都已經 旗子都已經換了 那開始陸陸續續 很多馬里烏婆爾外逃的人 都已經回來了 慢慢在恢復原本的生活秩序 所以 現在只剩下鋼鐵廠 對 剩下問題 會不會戰爭結束了 鋼鐵廠的人質危機還在 我覺得這個鋼鐵廠的問題 應該不會拖太久 因為法國大選已經選完了 對就是會卡住馬克宏的問題 因為他如果在 馬克宏就是法國大選之前 鋼鐵廠的情況有變化 那如果裡面有法國人 那法國人又以服務的身份 出現在電視上 那馬克宏怎麼選呢 對 所以 普丁在這個部分是有賣法國面子的 因為在整個 我們知道在中間過程裡面 馬克宏非常緊密的跟普丁聯繫 要求普丁協助要救這些法國人出來 那 底下 檯面下會有多少交易 我們不知道 但最起碼 我們目前看到 普丁他是 並沒有強攻鋼鐵廠 就先圍住嘛 然後就看各方檯面 因為裡面也不是只有法國 還有其他國家在裡面 那當然這個戰爭喔 在這個決戰 頓巴斯之後 剛剛邱老師也說 不管是俄羅斯打贏還是打輸 可能這場戰爭都沒有辦法立刻結束 對 目前看起來不會因為談判的關係而結束 這個戰爭的勝負 才是他未來走向的可能 這種戰爭其實他是一個有機體 就是 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按照原先設想 因為周邊的環境 情況一直在改變 如果說當初 拿下 頓巴斯兩個 就頓捏斯克跟盧干斯克 拿完了 那 烏克蘭願意談判妥協 那這場戰爭就結束了 在一個月之前可能就已經結束 但事實上不可能嘛 因為後來不斷的加碼 那哲連斯基不斷在條件上 一直在做調整 那俄羅斯也知道 你現在不會認真跟我談 因為你還沒有遭受到 你必須妥協的 那個傷害 所以大家都知道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西方國家不斷的援助 送更多的武器進去 對送更多的武器進去 那我們知道 如果按照第一階段 就是 他的戰 他的空軍只剩下 被削弱了80% 那他的防空系統 被削弱了84% 那 接下來的戰爭 烏克蘭就會很難打 那烏克蘭自己本身 可以生產武器的速度 一定比不上他消耗的速度 所以他 他才會一直需要 西方大量的援助他 那我們可以看西方有沒有大量的援助他 我覺得沒有 你覺得沒有 我覺得沒有 就只是喊說我送了多少去 沒有 他送的這些東西都不是烏克蘭 對烏克蘭有幫 實際幫助的 你送赤針飛彈 你送反坦克飛彈 那個 那個 可能說 你打游擊的時候會有用 但是你大 大兵團在平原上平推 我認為這些東西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因為炮火的密集程度 單兵連頭抬起來都沒辦法抬起來 你怎麼拿反坦克武器 真正的作戰是會有用 但是沒辦法改變戰爭的結果 烏克蘭現在需要是可以改變戰爭結果的東西 但可以改變戰爭結果的東西 西方國家敢不敢送 現在不是美國說要送坦克 德國說要送戰車 現在唯一能夠改變戰爭結果 就是在 整個烏克蘭上空化進航區 那意義就是 北約的飛機要進來 所以戰鬥機才是最重要 因為你沒有空優 你後面根本就不用打 那唯一能夠改變烏克蘭戰爭走向的方式 就只有在 整個烏克蘭的上空化進航區 化進航區就意味著 北約必須要跟俄羅斯直接對抗 那北約不願意做這件事 美國更不可能做這件事 所以 烏克蘭想要的東西 西方是給不起的 這我們一定要知道 你送坦克送其他那些 那個都沒有辦法改變戰爭的結果 可能可以延緩一兩天的 你可以拖 就是你可以 你就是幫烏克蘭拖 那你可能本來三個月會結束 三個月會輸掉 現在可能變3.5個月 意義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你只是拖住戰爭的進程 但是你該輸掉的 你還是會輸掉 那烏克蘭現在需要是 可以改變戰爭形勢的東西 那可以改變戰爭形勢的東西 風險又太高 西方國家現在敢不敢去做這個決定 他北約如果真的想做 他其實他也很清楚 他也很知道 那我就把北約戰機巡邏的 他現在都在邊界巡邏 巡邏的位置往裡推呢 那問題是這樣子 如果跟俄羅斯直接產生衝突 那個代價北約能不能負擔得起 那就是歐二大戰 就開打 對因為戰爭的 其實戰爭 一開始大家都不知道會打多大 因為不斷的在中間加碼 不斷在中間變化 那既然俄羅斯都已經打到現在這個程度 他從基辅北邊的都已經撤過來了 那他重兵集團也都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他順利在這邊 把重兵集團全部摧毀了 那他一路往基辅那個方向走 沒有任何阻力的 他為什麼不做 所以你預測這場頓巴斯大決戰 俄羅斯會勝 而且俄羅斯勝 獲勝之後會直接就再回 北回基辅 我們應該這樣說 攻下整個烏克蘭 也不能說俄羅斯一定會勝 但是目前優勢是在俄羅斯這邊 因為他們並沒有得到改變戰局的 關鍵的武器 對因為 對烏克蘭這一方來說 他還是有先天的局限性在 就是他的重兵都是在外圍 那是他被包圍了 那一支被包圍的軍隊想要突圍 那個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那你只要被包圍了 第一個你的後勤補給全部被切斷 再來我們知道 所有陣地的防禦都是朝前面 都是朝後面 那現在敵人從你後面來 那你怎麼辦 對那你 一支大軍在那邊 你沒辦法講一二三向後轉 沒有這種事情 那你就沒辦法 沒辦法瞬間向後轉 那你轉移方向呢 原本在你前面的敵人 現在在你後面 那你就後面又被打 所以整個情況會對 如果他的包圍完成以後 對這一線的部隊是很大很大的威脅 就我看不出來有任何 即便美軍來都一樣 沒有就是這樣子形勢的劣勢 這邊的部隊要怎麼救 我想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有任何反敗為生的可能 對我看不出來 除非就是在 丁涅伯這邊有一支很 攻擊力很強的部隊 就在河維的時候 朝烏東前進 把俄羅斯的封鎖圈打破 就很像當初列寧格勒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納粹德國的第六軍團 被包圍在列寧格勒 那個時候德軍也嘗試要去救 但是連德軍都沒辦法救 我不認為現在無軍有能力 而且美軍看起來也不可能 在這個時間點進入烏東去救 所以我覺得 以目前的態勢來看 我會覺得對俄羅斯會 會優勢會高一點 但沒有高很多 那沒有高很多的原因 就是俄羅斯現在他能夠動員的 軍事實力也大概20萬 就是在烏東這一塊 那烏克蘭他有10萬 以2比1來說 就是你就算是贏 你也要付出很大的代表 我們一般正常都是 要到3比1是比較穩的 那目前俄羅斯應該沒有辦法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抽到30萬的人力壓在這個地方 所以但是這規模也很大 俄羅斯20萬 烏克蘭10萬 那那麼窄的正面就已經有30萬人 一個小一點的縣的人口在裡面 所以這場戰役結果不管怎麼樣 但一定傷亡會很慘重 那因為他的這個其實戰場的範圍 是非常狹窄的 對決戰的範圍 所以呢他的戰爭的時間 應該不會拖太長 嗯 我們希望不要拖太長 我們期望不要拖太長 但這個中間的過程 其實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比如說可能在克蘭馬托斯克 又有什麼老百姓被關在城市裡面的 某一個區塊 或者是烏克蘭打不贏 他就往城市退 就變成又要再打一次馬里烏波 那時間就會拖很長 那他如果都只是在平原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三個城市連在一起 這三個城市他都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把外面打輸的兵力 全部都往這三個城市撤 他又躲在城市裡面 所以你又只能圍住他 要不然就要變成另外一個馬里烏波 那時間又會拖很長 我覺得戰況不妙的時候 大概就會這樣 就斯拉夫一樣 我們其實我們第一個觀察點就是 俄羅斯花多久的時間把斯拉夫陽斯克打下來 因為這是一個中型大小的城市 然後他也有一定的防禦攻勢 那俄羅斯打下斯拉夫陽斯克的時間 就會決定這場戰役 大概會拖多長的時間 就算了 謝謝大家 我 我們